本期话题 宫颈糜烂二度严重吗 孙小光 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 宫颈糜烂二度严重吗 宫颈糜烂二度是不严重的 所谓宫颈糜烂 这是过去的说法了 现在由于医学的发展 我们对宫颈糜烂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所以我们现在叫做柱状上皮外移 就是宫颈管的内膜向外延伸 这是通常在刺激素的刺激下 或炎症的刺激下造成的一种表现 但是现在认为它是一个生理性的改变 如果这个柱状上皮覆盖宫颈表面的面积 在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之间 这个范围我们称为中度的柱状上皮外移 就是我们常说的中度的宫颈糜烂 宫颈糜烂呢 它实际上我说了它是生理性改变 它是没有什么严重的严重性的 但是呢有一些宫颈柱状上皮外移中度啊 它会分泌较多的分泌物 这些分泌物由于含有较多的糖原和蛋白质 它就会造成经常性的阴道炎症 因为细菌建了这些富含营养的分泌物呢 它就容易生长 所以呢有些人呢 它会有反复的阴道炎发生 这是宫颈糜烂造成的后果 那么还有的人呢 因为宫颈糜烂呢 有小血管的裸露 会造成同房出血 或者是白带建血丝 这种情况呢 我们一定要到医院里去做一些检查 比如宫颈细胞性的检查 来排除是不是有癌痫病变的可能 정合出来 因为宫颈感染这种情况下 我们需要终于找找人联系 UNM √十一列好 那么多这么开 Пер�든 你看到3位 无论 那是海洋 感谢观看